联盟大事,场外风雨,白话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9月27日凌晨,篮网队举行新赛季媒体日活动 杜兰特、欧文、西蒙斯、肖库里、密尔斯等人悉数接受采访 杜兰特在采访中显得自信且轻松 当然,言论之中也听出一丝其他的味道 欧文自曝措施议员合同 而谈到关于杜兰特离队申起,欧文直言正很尴尬 西蒙斯必中九卿,看起来他并没有为新赛季彻底做好准备 而小库里、密尔斯、包括哈利斯等人,依旧对新赛季充满信心 在我看来,篮网通过今下一系列的努力抢流杜兰特 虽然结果是好的,但是破镜难重圆 记者上来就直接认出最狠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提交离队申起,杜兰特思考片刻回应 我们球队上赛季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我去年夏天与球队提前续约四年的时候 我以为我能够一直和哈登以及欧文作为队友打球 此后记者追问杜兰特的心态 他回应道 你们也看到了我们上赛季都经历了什么 球队伤病不断,有很多不确定性 我对我接下来四年产生了怀疑 我年纪越来越大 我想要在一支稳定的球队建立冠军文化 某种程度上说,杜兰特确实很真诚 不过这种真诚的态度在媒体日上 会显得有些唐突 就比如面对你是否惊讶于自己还在拦望这个问题时 杜兰特直接回队 我知道我很强 你们不会随便就把我送走的 我知道我是谁 杜兰特强调 四季队没有被交易这件事 并不感到失望 因为球队在这个夏天依旧努力补抢球队 收服自己留下 球队目前的阵容依旧很棒 但是杜兰特随后表示 自己缺席的比赛 球队的表现原本应该更好才行 球队的成功和失败与每个人都有关 每个人都要负起责任来 杜兰特还声称那时认同这个观点 简单来说 杜兰特如今的态度 有些像当时在雷霆时期 说白了就是没我不行 队友都是什么级别 或者说那时他能不能在没有杜兰特的情况下 带队打出一些成绩来 当然 作为球队老大 杜兰特本不应该说一些敏感的话 有推卸责任的嫌疑 但经历了惊吓离队风波 看起来杜兰特并不在乎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了 而欧文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因为我不愿意打疫苗 我失去了一份四年一亿多美元的大合同 我们原本应该在去年训练营开启前就达成续约的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拒绝接种疫苗都会成为生涯污点 我只是去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发声 这意义远大于我自己本身拒绝接种这件事 而谈到自己还在对中时 杜兰特就提交离队申请 欧文直言 这确实很尴尬 我尊重他的申请并表示理解 但是选择回到篮网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决定 此外欧文还透露 今夏确实一度接近离开篮网 有一些选择 但选择不多 显然 指的是胡人 不过胡人能够拿出的筹码就是微少加手轮签 西蒙斯游戏时长大于自己在NBA上场时间 也一度引来不少篮网球迷的抨击和质疑声 而西蒙斯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自己目前身体状态很好 准备参加训练营的所有内容 看到秀赛期各种交易留言 西蒙斯直言 当时球队有很多事情要做 对我来说 首先关注的是我的身体健康 记者提问 今年打算投进多少个三分球 西蒙斯回应一句粗口 脸色不太好看 谁知道呢 西蒙斯来到篮网半年多时间 还没有为篮网出场比赛 最近一个完整赛季 西蒙斯全赛季三分球是中三 神牙至今 西蒙斯三分球合计三十四中五 还不如库里一场比赛投进得多 而西蒙斯的言论最有意思 他最大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身体健康状态 而是心理 此外就是他的投射 进入联盟好几年 他凭什么没有一丝丝的提升和涨击 米尔斯在谈到自己续约篮网时表示 上赛季的事业没有完成 新赛季的目标就是总冠军 休赛期米尔斯和篮网两年 一千四百五十万美元续约 小库里在接受采访时同样充满信心 我们应该是联盟中最有天赋的球队之一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团结一致 把天赋整合到一起 而和篮网接下完成两年 两千万美元续约的克拉克斯顿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新赛季要提高自己发球稳定性 新元大莫里斯也传上了哈登的十三号球衣 实话实说 篮网的角色球员正在休赛期都很努力 如果说他们如同杜兰特口中所言不负责任的说法 也不完全准确 但是这支篮网就缺核心 真正能将球队扛在肩上的超级巨星 杜兰特是超级巨星 但是扛不住 篮网在这个夏天换来了奥尼尔 徐约米尔斯和克拉克斯顿 签下了渡边雄泰 大莫里斯 沃伦等球员 他们的阵容深度相比于上赛季有所提升 而西蒙斯如今也做好了准备 看起来他们新赛季是有所期待的 只不过说到底篮网的上限在杜兰特这里 他年纪不小了 想建立营球文化 并非只有投靠冠军级别球队一条路 现在篮网为他做好了一切铺垫 也无比信任他 他为什么不能自己披荆斩棘杀出一条路 看看杜兰特新赛季是如何证明自己的吧 当然杜兰特已经无需证明自己 这里所说的是领袖责任 是球队核心应该展现出来的领导力 加油吧篮网 然后另外一边据篮球记者Alberto De Roa报道 前NBA球员肯尼斯 法里德加盟墨西哥联赛 正式签约Soul City Mexicali队 两周之前勇士视讯了法里德等人 但就在选择签约2018年的13号 秀杰罗姆罗宾逼逊 其实法里德还不满33周岁 却彻底告别NBA 最近两年 法里德一直没有放弃重返NBA 只是结果不太如意 2021年夏天他和比斯利代表开拓者打夏季联赛 没错曾经在NBA打首发的两个人 沦落到跟菜鸟一起打夏联 2021年9月 无人失去了法里德 可惜最终也没给他一份合同 法里德出生于1989年11月19日 身高2米03 NBA著名的弹跳男 外号半手人 法里德上次效力NBA也要追溯到2018-19赛季 他为火箭和蓝网一共出战37场常规赛 场均出场19.7分钟 得到10.4分6.8板0.5柱0.5段0.6帽 后来命中率59% 法里德在火箭打得不错 连续15场比赛得分上双 打破个人生涯记录 整个赛季差不多市场均10加7的水准 突然之间无球可打 那时候法里德还不满30岁 为了保持状态 2019年11月13日 法里德加盟CBA的浙江广沙队 法里德谈跳和爆发力一流 可惜进攻手段有限 没有投射能力 并不适合CBA 2019年12月10日 广沙决定裁掉法里德 他一共为广沙打了7场比赛 球队5胜2负 法里德场均17.3分10篮板2.4盖帽 后来命中率48.1% 三分命中率33.3% 想当年法里德在NBA也是大杀四方 2014年跟随美国梦之队夺得世界杯冠军 大选时的法里德更猛 他以1673个篮板打破邓肯保持的NCAA篮板 记录1570个 此外 法里德大选拿下84次两双 主要拼拉尔夫桑普森 并列NCAA一时第二 法里德篮下技术比较粗糙 进攻靠吃顶为主 方手段身高智亏 但可以利用弹跳完成封盖 2011年选秀大会 法里德在首轮第二十二顺位被丹佛决筋队选中 在丹佛 他要过25分钟砍下27分石器篮板 30分钟砍下26分25篮板的精彩表现 那时的决筋被称为田径大队 他们有法里德 麦基 伊格塔 布鲁尔 每个人都是能飞上扣 法里德更是成为决筋内线核心 2013-14赛季 法里德场均出战27.2分钟 得到13.7分8.6板0.9帽 投篮命中率54.5% 得分创生涯新高 法里德太矮了 如果他能在高10厘米 像麦基一样达到2米13 NBA生涯不会这么短暂 2014年选秀大会 决筋同时收获了努尔基奇 合约基奇两个内线 2017年夏天 决筋又签下米尔萨普 没有投胜能力的法里德被彻底边缘化 整个NBA生涯 法里德一共处战478场常规赛 场均上场24.5分钟 得到11.4分8.1篮板1助攻0.8盖帽 数据不算差 但他还是被NBA所抛弃 关于法里德 你还有哪些回忆 8 5 高8 8 8 8